嗚 走下來了 啊 屋主嚇得哇哇大叫 自家屋頂就在眼前 一塊塊被先飛 下一秒更慘 這是發生在台南東區的民宅 整片屋頂被強風一吹 全都往上飛 屋主原本只是想進入家裡屋頂被風吹破 沒想到這一拍竟然眼睜睜 看到屋頂吹飛的可怕瞬間 誇張的還不止這樣 沿水區公所的白色車庫屋頂 已經被風雨打得搖搖晃晃 紅紅巨響 看了已經很嚇人 突然瞬間搶風一吹 整個屋頂被往後掀飛 目的者看了指尖叫屋頂還打到後方民宅 危機颱風過境威力不容小覷 還有台南市健康路三段 這塊大型招牌硬生掉落被砸凹 倒在馬路中央支架也毀了 這還沒完就連一樓的超商也同樣遭殃 招牌整個被砸到面目全非 就怕客人上門消費會有危險 現在是被迫暫停營業 美機颱風鋪台這一天 台南最大強震風達到12級 相當嚇人 還好沒有人員受傷 只是美機遠離了 重建之路還很長 記者來文章 全力聽台南報導